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聚焦在妈妈身上 我们也没有用心来经营我们的小店 看我们的小店里面的货都已经缺了很多了 但是我们都没剥 去年是买多少补多少 但是我们今年都没打算要剥货了 就准备把货家上的那些东西买完了 就戒指 这条街真的是不才适合买走了 因为前面有炒水 后面有市场 当时只是认为说在小区这块 家家夫妇都会用到佐料 但是没想到他们买菜 逛超市都可以顺带 没必要一定要在我们这儿来买是吧 所以说这个周梁这块真的是走不动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经验 毕竟我们没做过生意 这个对我们以后在重庆的选址 也算是得到了一些启发 所以我们把这边离结束以后 在重庆去选址 都要选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了 但是在重庆去开那个小店 我们还是以干活农夫餐厅为做 佐料里它的利润的确不大 而且真的要走量才行 如果是不走量的话 那真的是一点高头都没得 所以后面我们的精力主要会集中在这个干活 山活这块 希望把这块做好 把更多更好的那个山活和农夫餐厅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和信任 谢谢 然后刚好这块 因为胖子一直没时间去拿货 一直都处于缺货状态 在这里要跟很多朋友们说什么抱歉 因为答应你们的那个货一直都没有寄出来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一次胖子带爸爸妈妈回去转来 就要把这些货带过来 到时候一定给你们寄出去 抱歉抱歉 还有一部分朋友 联系我们 我们没来得及时回货 因为暂时误活 说说恢复的意义也不大 后面如果货到了的话 绝对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这点请大家放心 有你们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才能做到今天 所以非常的感谢 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